我们如果说有了这样一份文件 怎么样会有这样一份文件呢 我们现在要学的重点就是简报文字 因为这些都是一个标题文字 那怎么样把这些标题字传送给过的 什么时期会有这样的情形呢 举例来说像我们一个会议 我们可能没办法又讨论 要直接把会议记录内容做好 可是呢我们应该是在会议里面 先把大家脑力激荡所产生出来的字体 变成简报文字 然后接下来呢 我再把这些文字啊 传送到word 然后变成会议记录内容 再寄给大家 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使用 所以怎么做这件事 我们是不是要去找一个功能 传送到word去 所以怎么做 档案底下选项又来了 然后接下来去找快速存取工具列 这边找什么 不在功能区的命令 稍微拉下来一点点 拉下来到这个地方 这是使用word的建立讲义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新增过去 然后按确定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点这个按钮了 就出现这个画面 传送到word 而且要勾什么 只有大纲 因为如果说我们今天传过去的 不只是大纲的话 它可能就要做成图片的形式 图片的话你就不能修改了 所以建议各位还是选择只有大纲 然后确定 剩下又都是电脑的工作了 你看它这边是不是 word的文件在这边 一闪一面 一闪一面 告诉你说赶快看我吧 类似这样子 提示你 提示你 好 所以点它 接下来你可以看到最大话 这边是不是有成功简报关键篇里面的架构 文字 相片技巧 刚刚在简报里面做的 是不是这边全部都有 这样你是不是就可以节省很多图片贴上的时间 然后接下来 你再继续去把一个会议记录内容去完成 我想这个应用 对你们应该会有一些帮助的 因为我在做研究的时候 我就是用这种方式 我先把很重要的重点 先在拋放的里面做好 一个简报文件